台海情勢紧张空前 连高中生都担心上战场 蔡总统跟高中生对谈 被问道若两岸开战 台湾有实力抗衡吗 总统这样说 就是台海的问题 一定是要用和平的方法来解决 战争不是选项 总统回答得很漂亮 但根本等于没回应 两岸军事实力问题 网友炮轰根本问A答B 战争非选项 但蔡政府却狂买武器 你狂买武器狂挑衅大陆干嘛 要是菲律这样回答 大概会被骂中共统路人了吧 蔡政府完全配合美国的步调 一步一步的刺激中国大陆 如果有战争 完全是蔡政府配合美国所挑起的 其实高中生非常清楚的 收到蔡总统要购买武器 来抗衡中国大陆的讯息 蔡总统嘴巴上却又说的是和平 两者是完全背道而驰而抵触的 民间党喊和平保台 赖清德还说要创造两岸和平 但看到美国人要我们仍然拿步枪 年年买天价老旧武器 还说若开战要炸毁台积电 却不见政府有任何抗议 蓝军直疑民间党高喊要和平 根本没有心 向美国买武器 甚至要动员到16岁的学生 维护治安的警察 也要转成军人的一个功能 这是要和平吗 一而再再而三的让台湾台海之间 推向了一个兵凶站围的边缘 高中生提问蔡总统会不会后悔当总统 蔡英文秒回答没有 网友气到炸锅狂轰 人民后悔投给你啦 读稿机你不后悔 但后悔投给你的人很多 817万票选民可能比较后悔 当执政者喊不要战争 却狂买武器还连美抗中 频频挑衅大陆 百姓恐怕更担心 政府喊得和平保台成为口号 只是回头换张点来安慰 可能上战场的每一张纯真笑容 记得张张美丽玄台北报道 我是肖慧文 您的生活日常 从每天收看中式新闻开始 中式新闻陪您度过 平凡而充实的每一天 更多新闻也请您锁定 中式新闻YouTube频道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要记得开启小铃铛喔